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黄培硕 大盘今天又在创历史新高 21871 上礼拜我也跟你提过 说现阶段是第五波的一个往上推升 应该是持续当中 有一个完整结构那种可能性很低 那就是说果然是持续还在往上推升 那个细微的脉动大概是这样 因为我们从4月15号看 这个地方是一个破线 这个很重要 他说这个脉动是17151到20883 这个脉动告一个段落 那这个脉动是这里 17151到20883 这个脉动 那从15975上来 这应该是同一个脉动 那同一个脉动呢 123一般会推伍小波 从19291上来是第五波的一个推动 好 当然这个第五波一个推动 如果一旦它出现完整结构 推升结束呢 整个大盘势必啦 我们先预告在前面 它势必会做一个 比较大幅度的一个震荡拉回 那震荡拉回 大概一般就来到四级四昂区 四级四昂区就是这一区 现在已经都往上推了 接着来到21871了 那推完啦 我是说推完 第五波要先推完 推完 现在还在推 差不多现在还在推 推完以后 它改变会来一个A波回来 自己是让 然后一个B波反弹 所以你现阶段 上礼拜我跟他说 就算他第五波推完 你还是不用担心 因为他那个A波拉回 跟B波反弹 那时间会拉很长 都是做多个股的安全期 那个阶段就等于是个股表现 何况现在第五波还正在推升当中 所以我一直强调 做个股的部分 这个很简单的分析 你就暂时还不用去理大盘 不用去理会大盘 这好久好久 以前跟你谈过 个股的部分 根本大盘的部分 不要管它 已经追踪很久了 那我说哪一天 有比较崩跌的疑虑的话 我第一时间也会在节目中 跟你做一个详尽的解析 目前没有那个结构 目前没有那个结构 那第五波从19291上来 我们仔细看它一个细微的结构 上礼拜四 19291上来到21668 那有点小拉回 那这个结构 我说这种结构的话 你说12345 那可能性其实为无其为 当然有没有那个结构 有 我们有跟你谈到说有 可是那个可能性很低 好那等于是没有任何一个脉动 细微波也都没有扩炎 整个第五波也都没有出现扩炎 所以那个可能性很低 今天果然又再出去 那今天再出去的话你看 今天5月27号 一样这个第五波 我们来看这第五波就好了 细微波的推动 你说这边如果有一组 然后这边又一组 这边这一组就连就在这边 这一组这一组 然后这一组的话 你说12345 这个结构你 这一组又没走完 所以这个结构 这个也不会是高点 持续往上推 而且这个再持续推出去的话 如果这个又超过这一段的话 那等于是这一组就出现扩炎 所以看起来 老师这看起来好像是一小波的一个推动 应该未必 因为你这一组再一出去 可能这个长度就会超过 那等于是又类似 你看 类似呢 你这一组就出现扩炎 同意是吗 所以那个结构 目前看来 其实大盘这个地方 真的也没什么好分析 它就是持续往上攻坚 就第五波正在推升 我说如果又推升到一个 比较完整的结构的时候 我再来给你做详尽的解析 这样比较有意义 大盘没有问题 我们不要理大盘 个股比较重要 同步个股的部分来 创意间又在创高了 同步创意间又在创高了 我说我们买在4月24号 那个是怎么样 那是最漂亮的买点 那是最漂亮的 今天拿到 同步今天拿到1510又在创高 344在创一 就这一段 同步在这个地方买的 这个地方买的 你看同步今天拿到1510 赚300多块了 都会已经赚300多块了 对不对 那我说之前 同步之前从1880下来那一组 那一个买动 这里12345小坡 一组然后整理又一组 然后又整理又一组 12345坡这一段 这一段下来 1880到1090 这800块的跌幅 其实很多人受伤 很多人受伤 到这个假日 还是在Live粉丝团里面 还是有成员在问我说 他有套在1800 1630 1660的 那 接下来怎么处理 因为他看到我一直持续在追踪 三四世代的创意 确实也追踪了怎么样 相当的精准 那我说你就先暂时续报 就先暂时续报 你就其实 因为我们有一集会的创意 从这个低档买到现在 还在续报当中 已经也赚300多块 那你其实可以跟我们同步来进出 跟我们 我们卖那你就跟着卖 那没有 目前是还在续报 那你就续报 对不对 那因为他这个细微卖动 你说阿老师这个反弹 到底能够谈到哪里 或者说你不能反弹以后 转变成一个推升的卖动 这个都要 因为现阶段的讯息还不足 那目前 他就持续在 还是在往上发展当中 那发展当中是一个反弹 还是一个什么 推升 这个你要再让他多走一段时间 你懂我意思吗 可是目前你就先 因为我们买得很低 你就先续报就好了 这算是真的来创意 好 这不夸张 如果这样的股票 在之前我们一路给你追踪 我是举一个例子 这3月20号的创意 那时候西波正在走 2015下一个A波 B波反弹到189 做一个投以后 1880正式起跌西波 那我说大概这会走五段 西之一有没有 跌了五小段 1880下来 然后弹回来西之二 那时候正在走西之三 我说这过程都不要接 都不要去低接 一定会受伤 到了西波走的五段 我说我们有兴趣 就是这里 西波你看到他是不是走五段 从1880下来 1880下来 到1400是不是西之一 弹回来1620是不是西之二 1880下来到这里 西之一 弹回来1620西之二 然后下来西之三西之四 这里 西之五里面有个小的 1235坡 1090 哇这个点 我说我们反而就有兴趣了 之前是告诉你不能买不能买不能买 反而这个地方我们逢低布局大火全胜 今天来到1510 如果今天来到1510 那你这一段我们是不是精准的避开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波形 就是一个西波在下修嘛 下修以后去测试 Apple的低点 结果破了 那一种测试 破不破 你都要站在买方 那怎么判别去站在买方 那怎么判别去站在买方 我说破不破前波低 那个不是Apple的低点 这Apple的低点才1225 很多人在那边沿路买 买到最后受不了破1200 一路杀都几乎杀在相对最低啊 都几乎杀在最低啊 那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判别 这个前波低1225啊 这个我拼不买 买了以后破了我就认赔 结果发现破在最低 这个ABC波啊 当然前波那个1225 是一个参考价位 可是它是说 我来逼近那个地方 做一个ABC完整结构的整理 其实正常是说 破不破那个地方 是要站在买方 可是你怎么判别它破不破 破不破都要站买方 你怎么知道它判别 我说它原本本身 它拉回的结构的完整结构 是最重要的判别依据 什么是拉回本身的完整结构 就是这样子 这个A波B波 这个西波是拉回 拉回它本身的完整结构 西之12345 西之5里面有个小的 12345这样 叫做拉回本身的完整结构 这样来判别才精准啊 懂意思吗 那你不要再用均线 你在这个地方的均线 一定是破底 肯定都全部都下弯了 你要用形态也都破线了 对不对 短期均线全部都往下弯 那你这个地方 反而你看试证明它是好买点 所以那个整理形态 你绝对不要去用均线去判别 常常都是最高杀地最高杀地 有时候那种米波假突破 哇 均线都往上弯 你一买刚好最高 整个呢怎么样 整理的下缘呢 刚好均线全部都往下弯 你一卖哇 最低 这很简单的波形 这整个一个ABG的结构 对不对 那你有多方来辅助半别 当然会找到更漂亮的买点 三四四三的创意 今天再创播段新高 这个我们也一路跟你公开操作 公开追踪 对不对 来 再来这个系统也是 通过这大中小的结构 它就来这一区定点 果然满足区落点在这里 三七点四 刚好就在这一区 通过这一区很短 这一区的范围很小 三十六到三十八点八 就两块八的一个范围里面 它就精准的半年后 就落在这个地方 三七点四 这是我们理论架构里面说 它满足区就在这里 那个理论架构 在这本书里面的理论架构都有 那个是属于大中小的结构 比较特殊的一个推升的脉动 比较特殊的推升脉动 就是这一种 正常第三波比较长 结果它不是 它是大中小 那你大中小 大概不只在这一区 它就来这一区过来 好 那三七四以后 做一个底以后 开始从三十八启动 开始推 三十八开始推 推到七三点 我说这边五小波结束 也要做整理了 一波下来 六一三 V波过高 差不多七十六是过高 我说这个是V波反弹而已 你不要 一个西波下来 一二三四五小波 有机会出现一个完整结构 这个地方是买点 差不多这个地方是买点 那你买它 我说又来一个富士整理 有没有 好那回撤高 或是有没有从这个地方 这一段推完 然后另一组从这里推 我说这个地方买 两个理由 一个买它 回撤高点 另外一个买它 有没有机会 另一个脉动的一个推动 二三六三的系统 也是精准命中 我们买的点都很漂亮 都是逢低做布局的 上礼拜有又大涨 九八都到六十 哇今天六十七点九了啦 又再创高 头部今天又再创高 二三六三的系统 那你看 头部这二三六三的系统呢 你这个 因为你这一段推 这个 你如果看 因为我们是花了一个小线 你看 是不是就在这边落底 有没有这个地方嘛 一二三四五 就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点嘛 是嘛 他就从五三点 推到今天高点是六十七点九 今天高点是六十七点九 有没有 也是算了大概十四五块钱 五十几块买的股票而已 也大概获利了十四块钱左右了 这二三六 重点是你那个点位要买得好 很多人沿路 这个地方沿路一直买下来 那也不对 甚至还追高 过高的去追 哇那有没有人买 一定很多人买 一定很多人买 那这个一路下来也不要 这个地方完整结构出现以后 这个地方可以买 这个地方可以买 有没有 这个地方可以买 两次的机会 两次的机会 有没有 你这个落底可以买 那弹回去你不要注意 一压回来小臂破来 又可以买 这种结构啦 二三六三的系统 这个也都是公开操作 买的点也都相当漂亮 其实我们这一波 整个上来的买点的布局 几乎都是布局在 有的几乎就是最低点 你说创意是不是几乎最低 是啊 二三六三系统是不是最低 也都是 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是不是最低 那这一波就最低 包括这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我等这个买点也是从它 这一波推完 然后这个地方买 我说也是三个判断依据 一个回撤次级市场 看前一波的次级市场区 一个拉回的百分比 也是0.618 42.6这个地方 另外一个 我说最重要是 它本身的完整形态 A波三段 B波三段 C波 12345段 这个叫ABC335的整理形态 完整结构完 这个地方果然见最低 一路上来 今天还在创高 头部今天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又到48块了 48.05 涨了2.89% 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那这个结构 这张图是不是也是公开操作 这张图 也是当天买完 也是当天有时候附在我们的Live粉丝团 这个点 这个点 有没有 这个点我们买了 漂亮 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有没有 这是小时线 就在这里 买在这里 这42.5 42.6 就在这里 有没有 今天要过高了 48.05 48.05 对不对 这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也是精准命中 几乎就是最低 也真的几乎最低 很多个股 每一档几乎都是用布局而来的 都是用布局而来的 因为你现这段有些说 真的是太过于去追高的 也就是你担心受怕 有没有低档低积极的 有 还很多 一档一档 其实它会慢慢浮现 那重点是 那个低积极的 它要能够动 低积极的股票一大堆 它动都不动的很多 没有意义 要能够启动 这个有 慢慢的动 而且这个是我们主张 它那个是日线 其实它这个 这个东西 它那个周 它是很低很低 你看 它这个月线的 它是在相对很低的地方 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是在相对很低的 位阶的地方 你懂我意思吗 现阶段这种股票 相对很低的 第一季节很少 而且还能够启动的 也不多 我们会一档一档 尽心的把它挑出来 然后带会员来操作 你买的也放心 睡的也安心 对不对 那重点是 我说要有一个小推动出来 成型的 推动完以后 拉回 拉回你看 拉回另一半 那买完开始启动 这是一七八五的光源科 接着我又挑到一档 红海涨翻天 对不对 之前其实红海 那时候跟你谈 我说红海的部分 那时候大中小是这一段 小时线里面大中小 我说你买点赞 一三九来测试就要买 有没有 这是不是一三七点五 这个都分析在前面 不是现在涨上来一八五的 马后炮不是 它是一个大中小的结构 来回测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那一天还有人 跟我来这边争论 在那个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好 我的频道好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那之前 我们每天的节目 也会上传到我的频道 那在我的节目下面就留 老师你那个 如果红海在一三九一来测试 那不是均线都下弯 那怎么还可以买 好我说每个人分析 没关系见仁见智 那我们也尊重 你的看法不能买 不能买就不要买 我的看法是可以买 可以买 事实是我们也对的 这里是一三七点五 他说所有均线都下弯 那怎么可以买 事实是最低啦 他说事实这个地方是最低啦 一三七点五 现在上了一八五 我说那个结构比较重要 那个结构啦 不是因为你均线 如果整理弯回来 你说整理的最低 那就是另外一个 推升的启动点啦 对不对 这观察科 来我找他一档 来黄海鸡 来这一档 叫五二四三的一胜 他说这股票呢 一胜K 我越看这结构 真的是也越漂亮 来营运动有没有出来 你自己去看 他说营运动慢慢慢慢的 一个出来咯 慢慢慢慢的一个出来咯 好来 一胜K呢 你看这个是不是相对最低啊 他说你买这股票 跌无可跌的几乎 91.9这一段下来 这一组卖动弹回来 又一组卖动 又横台 你看这横台 一四有没有重跌 没有 六一七 六十二点三 他就是过不了 因为他是往下的 往下的 这个落底有没有小 绝对有小 五十二点六 五十二点六 他是一个一二三四五波 一二三四五波 完了以后 他有三段的A波回来 63.5来回测 次一次让 再一个三段的B波回来 测低点 53.2 52.6 哇 这个走的是有够的标准 跟我书上写的U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有够标准 那个就是 整个五波落底 完一个A波上来 回测次一次让 B波回来再测低 都是三段式的 三段式的A波上来 回测次一次让 B波三段式的下来回测低点 再来就是西波开始准备启动 西波应该正常会走 五小波 基本的 基本的 这几乎是相对几乎很低 今天刚好拉出来第一小根 今天刚好拉出来第一小根 来五二四三一三 你看我让给你看 今天有出量 本来没 前几天都没量 今天刚好第一根出量 第一根第一根 三千多张 第一根 今天是不是刚好第一根出量 这个地方 第一根出量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类似 这53.2 它这个结构 你说一个出生段也可以 一个横台整理 那这就出去了 有机会是一个推动 你懂是吗 这个就是要相对很低 你看你看 91.9在这边 123 这边一组 里面有细微波就不画 这是一组卖动 再一组卖动 再一组卖动 就是一个1235波 落地有效 52.6 三段的A波 B波回来 这个几乎 这几乎就没有启动 我说你低基齐了 要买低基齐的一个什么 潜力股看这里 我们跟你谈的都是很低基齐的 而不是每个都在那边 哇 机器人刚才 你追不下去 去了啦 我们讲坦白话 你追不下手了啦 那你现阶段要怎么样 懂我意思吗 哇 老师让他接不下 我等他拉回 等他拉回改天又不能追了 好 那种有很多都是一波到底的 你买买买不到 一买到哇 不得了 就开始套了 对不对 那你还不如回过头来 来去寻找一些 因为大盘我说这个地方 它第五波还在扩演当中 其实指数的部分你不要管它 专心挑个股来全力做多没有问题 那涨高了你又不敢做 那低基齐的有的都动都动不了 那你把低基的股票找出来 然后有启动的那个结构的再来做嘛 你说这个 你像这个股票 如果你太早买这个地方有没有用 它会不会动 它不会动 可是它已经经过A波了哦 也经过B波回来了哦 所以这个地方西波上去是刚刚好 这个时间来操作它 我认为是刚刚好 你会避掉那个A波反弹 B波测低的那一段 那个期间又要浪费很多的时间嘛 不避 而且这个西波才刚上来的 前面那一段 这个也不要没什么好操作 你自己看嘛 我把这一段放大 这里你再做 其实它 这一个月做也没意义哦 这个月都幅度很小 现在第一个人刚出去嘛 所以这样的话 你看这个选股的策略 这样是不是什么 比较有效率嘛 没有问题吧 你这里做有什么用 没有用哦 那你这个前温做也没用啊 它在那边混来混去哦 在那边混来混去 混来混去 这个A波B波混来混来 你不要管它 这个地方有机会开始西波启动了嘛 西波的初 初期那也不要做 所以你看哦 特别今天刚好粗量 整个这个地方 我认为 从这里正式启动呢 是相当漂亮的 那你这个要用心调出来 特别它今天涨幅很大吗 也没有 可是其实我们都已经锁定住 就它大概差不多呢 有粗量 其实我们会进场布局 因为它的结构是如我们要的 好 我说我们呢 在操作都有所本的 有规划的来操作的 好 这个是5243的以剩K 差不多5243的以剩K 这个结构是漂亮 好 差不多是结构 特别我们每天进场 这个像你看 又买在几乎也是最低的 特别像这种结构 你这个315再上去是富士整理 这一段271上来有没有做 有嘛 你这个271在这里 673到243 有没有落底有效 有啊 一样啊 673到243落底有效 12345波 12345波啊 那去年11月2号是做的是这个 从271上来这个小ABC嘛 有没有 小ABC嘛 那这一段你看271 271在这里 它是不是上来506 哎呦呀 后来一次315 那一样还是在往上 还是在往上 对不对 6415的CEK 有没有 今天要创高 486了 315在这里 486在这里 486.5啊 那前面 在这里吧 你看 它就是这个落底 673下来落底有效 这个A波 B波再测一次 这个还是一样 这种结构 有没有 那是不是 它其实也是相对 你那当然现在已经涨了 已经上来了 有没有 有东西吗 这种结构了 615的CEK 那整个规划的 是不是你看到 从去年11月到现在 它规划完 有没有波形的改变 也没有改变 也都没有改变 那个落底有没有效 有效 同时我们再找一个股票的落底 都能够精准命中 所以说它整理时间会拉长一点点 整理时间会拉长一点点而已 对不对 这CDK 这CDK 这之前CDK 都一样 那你说据合 老师据合没什么东西 一样这个结构就是漂亮 结构漂亮 对不对 这个还是都往上慢慢发展 你说熊师这个地方也是 买它也是两个理由 这个它的营运动力都很强 对不对 它营运动力很强 那你说威刚 老师威刚来 威刚日线是这样 如果能够推升条件 这个轨道会守住 目前还是都守住 那就有机会有这个第五小坡 第五小坡 326的威刚 我们是主张 记忆体的一个涨价的部分 应该有机会延续到 明年中 2025的明年中 明年中 好 那我说呢 像我的画面的下方 有两个QR Code 你可以扫描 一个是我们LINE AT粉丝团的 你可以免费 把它扫描按加入就好 我们会随时 像有一些大盘的部分的 像我今天就会把大盘 还有个股 有一档个股把它放上去 供学员们来做参考 这都免费的 都免费的 那另外一个扫描进去 是我们的 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 那你把它按订阅 我们订阅的话 我们里面有很多东西 是可以看的 像这一本 进化波浪的一些 我都把它分很多 影片很多段来 跟你做免费教学 德国都做免费教学 这个部分 它有很多 很多像这种什么 进化波浪的实战教学 一二三 有八级 目前有放八级上面 这都免费的 你可以继续看 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好 上半段我们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半段再回来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古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古市的起跑点 最近参线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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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投顾 真心照顾 波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波浪理论 首创进化波浪 更胜波浪 宛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 古市的起跑点 知名车线 278109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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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化投顾 真心照顾 迟到了 看见行人行进路口 准备穿越道路时 汽机车应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哦 很慢耶 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 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 让行人先行通过哦 另外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 不管同向转弯 或执行交叉 预行人过马路 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 汽机车行进依法 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 未暂停让行人先过 最高可处六千元以下罚款 停让一小步 交安一大步 内证部警证署 关心您 欢迎来到节目现场 我说大盘这个地方 第五波持续推升当中 没有问题 积极着股票做多 那你想要操作低机期的一个潜力股 你跟上脚步来 我强调是低机期的潜力股 你跟上脚步 那后面下方两个QR Code 也欢迎你扫描按加入 一个是我的频道 里面有一些很多教学影片 那另外一个是 我们的LINE AT粉丝团 也欢迎你的加入 最后祝大家操盘顺利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够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动不动就爱水烦牛 破浪有诀窍 进化才有效 黄老师经验多年 破浪理论 首创进化破浪 更甚破浪 管如阿基米德的支点 转动全世界 让您赢在股市的起跑点 晋升线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首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 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东全昏 台湾